吃饭 今天吃焦子 还有个手工木瓜丝 今天这个手工木瓜丝是活动 平时是27块9两瓶 今天是19.9两瓶 活动就做今天了 0.8块 没有添加剂反复剂的 最后一副菜包好 非常感充满 这个人需要吃 renov 然后一个吃不完 这个烤好 是最果的 就是这根本身有出来的 这只要脂肪 轻短的脂肪 就是这么高 很酷 很酷 嗯 很酷 吃了 沒了 拜拜 手工木瓜是来活动了 这是姐妹们一直想要的 然后平时姐妹们都知道 是27块9翻两瓶 对不对 今天是19块9翻两瓶 这个就是农家风味 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 它就吃起来的话 它是比较干的 因为它这个是农村自然晾晒的 所以说吃起来就比较放心一点点 上次做了 这段时间过了老久了 然后又做了一次 喜欢的姐妹们可以去试试 4瓶更划算 这个就是吃起来比较放心 无添加剂 无防腐剂 粒剪8块 粒剪8块 它这款木瓜丝它就是比较干 塞的比较耿旧 然后下周下面条米饭 这些炒饭都可以 姐妹们如果想吃一个农家的下饭菜 可以去试试这个 就是剪8块 翻两瓶 一瓶250克 它里面是不怎么带糖的 姐妹们都能看见 它就是比较干 像自己在家晒的咸菜一样 晒的比较干 谢谢 这个平时我们早上拿来厚粥啊 然后吃面条这些 吃馒头这些都可以 辣度的话 味道中啊 不是很辣 喜欢农家方便下干菜 姐妹们可以试一试 翻两瓶 把它装回去 等会儿煮个稀饭吃 出到货 姐妹们一定放冰箱保鲜室去 冰箱保鲜室 我等会儿装不回去了 咸菜 它站得比较紧哦 好 开心 拜拜 吃饭 今天吃木瓜丝下周 这是手工木瓜丝 有点烫呢 这款木瓜丝 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防腐剂 平时的话都是27块9 然后今天是19.9 换两瓶 减8块 这个木瓜丝 吃起来就比较放心 最后锅 好疼 皮手拿来下个猪子先 15分钟 哦 好 好 掰掰 掰掰